我要去不断去反省 就是说 究竟我想做些什么事情 究竟我的impact体现在哪里 怎么样是正确的事情 怎么样是错误错误的事情 怎么样去衡量一个事情 是应该做是不应该做 那这个是 我不确定我已经有很明确的一个答案 应该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但我会有一些初步的一些想法 因为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 大家都去做不同事情 那你可能就是一团散沙 所以说你怎么来保证 你能和你的老板老板 包括整个这一条线 现在是想法是一致的 在这个区域的这个空间之内 你去想 我究竟要做哪些事情 帮你来完成这个东西 三人型BO我是 真的是你在所有人的眼里面 都可以找到你可以学的东西 都可以建立一些mentorship 一直要看到每一个每一个个体 他成长的需求是什么东西 那我可能会尽我最大的 可能帮助他得到他想做的事情 他成长的一些东西 让别人成长 就是成就他人就成就自己 是不是 应该这么说 我觉得大本成功人 是可以很好的知道自己 在什么时候 要保持什么样一个情绪 是不会轻易发怒的人 那我们其实已经聊了很多 你现在的情况对吧 那我们就回到一些事物的起点 就你最早是不是在加入Amazon的时候里面做了很多的事情 其实我反而是我想今天换个方向 就是说你自己站在当前的一个高度 看你当年刚记住Amazon那个样子 是吧 你会对他说哪些话呢 我不知道在这个视频面前有些话可能不方便说 但大致的意思是你当年怎么这么挫 为什么呢 为什么做出两句 我觉得可能人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我觉得也没有说我现在就会怎么样 但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会有的人会早熟一些 有的人会晚熟一些 我觉得可能 可能因为我是过来美国读书 可能最开始有一个文化上面的一个差异 然后有个语言上面的壁垒 所以会导致你其实很多东西 你最开始的时候比较辛苦 就是很多东西你没有完全真的理解 就很简单 很多英文的单词 你就觉得其实它是有很多的subtility 有很多细微的区别在里面 你没有这个文化的一些相对一些成见 你可能没有完全理解 就是尤其你越做到后面 你的交流越要变得有效 对 那有效的一个前提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就是effective 它很多时候就是说 你是个言简易干 你用的词是非常精准的 就表达accuracy 对吧 你就可以精准地表达你的意思 但有的时候在 如果你对这个语言上面 文化上面有些 有些不够深的理解 你可能你拿到的信息 和别人想传达的信息会有些差异 可能最开始的时候 我会发到很多这样的一个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我想一下有没有好的例子 可能在groupon的时候 我们当时是我坐我旁边是一个principal principal engineer 就是在groupon 基本上最新的的engineer 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讨论很多很多的技术方面的东西 他会说很多很多的专业名词 然后很多很多东西他会提到 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我又是可能是我觉得是不够成熟的一个表现 就是你很担心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白痴 你怎么什么都不懂 就不懂 所以我就变成一句啊 哦 make sense interesting 对吧 就是就是听懂了 对就这样的 对吧 你表现得很很听懂的样子 你就不好意思去再问一下 对 你去clarify一下 是不是这个 因为你担心会说我问的问题会不会很傻 对 对吧 你principal会怎么看你这样 对 可能对就是我现在可能会我会更坦然的去看这个事情 我说我不懂就是不懂 对 可能我可能我可能会如果我当时不好意思我可能记下来回去思考一下 我再回去问一下 但是我不会说不懂还装懂吧 对 我觉得 那咱接着聊啊 就是说 但第一个你更多是说在community沟通上我更愿意brew一些 对吧 对 然后不要不懂装懂 那还有哪些 比如说你回顾你当时在硬实力一些或转实力其他方面的提升 有哪些你能够分享的 我觉得硬实力方面还是会有一些提升了 我觉得所有的engineer都会有这样一个成长过程 就是说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本身的我起步的时候 我是属于比较落后的这样 就是我的技术功力并没有很强 但你怎么记得amazon里呢 在amazon同这些我们同一辈同一辈的人 算是不错的 算是很一般的 就是这样 就是恰巧比较幸运的天上掉个馅儿边砸到我了啊 所以说这个成长我是自己可以看到的 可能还是会比同期的很多人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这个我也看得到 你怎么看出这个差距呢 我很好奇啊 因为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你会 你会跟这也是你我喜欢跟牛人打交道的一个原因 很多时候就是同辈的人 我们大概同一级毕业的 然后同一级amazon的 很多人你交流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他对技术的见解确实比我会高一个程度 他就这么想的对吧 对对就是很多时候他的一个想法一个角度是我自己想不到 他考虑的某一点是我没有想到的 他对这个技术的理解 对你可以感受到是有人和人是有差距的 但是也不一样啊 你现在观察的时候你是跟牛人去看 你要看一看你是不是不如你人 你不是感觉就又感了吗 这个倒是我下回学习一下 我找我这是坏系统 我觉得像上课是对的 我跟开玩笑 我说你不要老叮着身边不如你的人行吗 你要叮着身边最牛的人再怎么搞行吗 没有啊我觉得这个啊 对啊指定还是 但是真的还是有很多牛人在一起了 因为在美国的这些留学生还大家都是很不错了 尤其在我们我们组可能 或者我们旁边偶尔有些比较 比如说我们summer intern都是summer 今天来的很多就是从渡客啊 从花铁卢很好的学校过来的summer intern 大一大二的学生 大一大二的 非常非常聪明 你就感觉到你给他讲个东西 他立刻就理解了 我就回想我大一大二的时候 还给他迷惘了 我在想哦 编程什么意思 我都在想就很简单的东西 他们已经很熟悉了 就你给他讲他一下就很熟悉了 对 所以说技术方面是有一个成长 就回到我最开始的话 就是说交流上面怎么样 effectively去communicate 第二个技术方面就是一定还是有成长 可能还是没有很多人成长那么快 但就跟我自己来比的话有成长 可能第三方面可能更多就是说 一些soft skill 一些soft skill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自己也有看到我自己有成长的一些地方 这可能对 我觉得这个soft skill是你人生越来越往后走 越来越重要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的一个东西 因为你的技术是你的foundation 但是你的soft skill是决定你的高度 就是说那除了communication以外还有什么soft skill呢 可能soft skill就是说communication是 可能soft skill 对啊 是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说人与人交往嘛 很多时候soft skill是表现在就是看事情看人 怎么去看怎么看事情怎么去看人 怎么去跟人打交道吧 那communication是你可以跟人很好的一个打交道的一个方式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些很很很稀微的东西 比如说你怎么让你旁边的人都觉得他们是the star of the room star of the room 对不对 center of the room 你去让别人成为这个room的center 对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你自己不该成为吗 我我我其实我我我自己没有我可能会更喜欢让别人开心 就我会我会对我会更希望对我会更希望因为我的存在别人会过得更开心一些 别人会成长的更快一些 就是说我觉得我的价值可能更体现在我能帮助多少人上面 所以说从这个出发点来讲的话 可能比如说我们在讨论问题如果今天不是采访 如果我不是一定要说这么多话了吧 可能我会更感兴趣你的你的故事 我真的是我其实真的是很感兴趣你的故事 对我会一会咱们接着聊 一会我们可以接着聊对对对对你会我会让我会希望跟我在一起的人会真的是觉得很舒服很开心 然后可能这是一个方面吧 可能其他的也就是说你怎么样可能 可能你怎么样去建立你的这个啊 那我提到就是思考嘛 怎么去对人怎么去对事 可能对人可能就是说刚才说怎么让别人觉得很舒服 对觉得自己被重视 而且又觉得自己被闪光 对又觉得自己很开 就是很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教育 我让你会觉得你过得很开心 你有成就感或者说 对你你你你你学到了 哪怕你学到了一些东西都是很有帮助的 看事情呢 可能是就是说你 看事情可能就就可能会聊的 我不知道可能我的我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 毕竟我没有到不惑的年龄 对吧 很多人可能到 那么可能是真的不惑了 可能我是还是在在思考的一个过程 但你已经儿立了呀 对 这不瞎暴露我的年龄 对我是已经儿立了 但他没有到不惑 就是那就意味着 你自己暴露了 就是说你是儿立对儿立对我来说 确实我觉得我有认识到我自己 就是有感觉到你确实有儿立的一面 但是离不惑我觉得还有很多差距 所以就是说你要去思考 那思考不惑可能就是说 你你你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 你会想怎么样是正确的事情 怎么样是错误错误的事情 怎么样去衡量一个事情 是应该做是不应该做 对 那这个是 我不确定我已经有很明确的一个答案 我应该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但我会有一些初步的一些想法 对 就是说 怎么去判断一些事情 对 怎么去思考一些事情 对 那我能感觉到啊 就是所谓三事而立更多的是 就像我们刚刚才卖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能够为我 甚至将为我的祖去承担责任 对吧 那所谓的不获去更多像你说的 我的人生价值观想清楚了 那我知道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的 我应该去追求什么 对不对 像我们追求能让更多人去成长 对吧 我觉得咱俩在讲是很一致的 英雄所见了 那我那我再继续啊 就是说 那其实你这种感觉 我觉得你是不是 我我下猜了可以错了 你其实在公司里会建立一个像水一样 称赞大家的一个形象呢 或你是怎么觉得你在公司的职场上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的呢 很好的一个问题 我对我会希望像你描述的这样一个 我能建立这样一个形象 我不确定我有做到这一点 但是起码我知道 我感觉大家跟我的关系还是相处 还是比较融洽的 对吧 因为我很看重这个事情 那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一个 反而是一个不好的地方 因为我会太担心别人对我的想法是怎么样 对 所以自己野心就少了点是吧 对有的时候你会对 你会会avoid conflict 你会 但有的时候你确实就要有这个conflict 因为你越来越成长 每个人会有自己的一些经历 experience 对 那必然而然你会有自己一些想法观念 那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和观念 很难都是永远是一致的 对吧 所以说你怎么样去resolve这个conflict 怎么有效的resolve 一个effective的方式去resolve the conflict 那对于我来说 可能我默认的一个方式就是whatever please you 你怎么开心 可能我会改变我自己的想法 为了让你去开心 你是不是跟你妈妈观念非常好 对啊我跟我妈妈观念是不错 你还研究过心理学是吧 是的是的 在大家下面再聊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生有人生的主题的 一般来说能够非常please 就please对方说明小时候呢 非常努力去察言观测父母的emotion 那这个是双刃剑啊 就好处一半就是 其实我们更容易感觉到对方的情感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长大也能更容易 敏锐的看到对方情绪的变化 但是他side一面呢 结果说很多时候呢 我们就过于care对方的情况 其实反而帮我自己压抑的会比较多了 对对对对 其实对我来说 我也没有觉得压抑 可能我更觉得损失的东西就是说 可能有的时候我的观念 我的想法是正确的 但因为你有个更强的一个strong stronger voice 你有更强的一个声音 或者更强的一个主见 可能我会觉得为了不跟你产生的一个冲突 我可能会说OK 那就按你的来了 但你知道吗 就说有一个叫做伺带地 不是伺带地 伺带地说反了 伺带地说另外一种 就是叫做那个 翻译过来吧 不了词了 就说你虽然某一个技能 你可能觉得感觉缺失点吧 实际上你会拿另外一个去弥补他的 开玩笑 比如说一个人如果他是眼睛瞎了 他的听力会非常好 所以说 因为你今天在award the conflicts 所以说你就更要求你说话要置地有声 你就会要求你说话更有逻辑性 能通过逻辑上把它要说服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你反而training了你另外一方面能力 其实人家是一个上帝就是公平的 当他蒙上你双眼的时候 肯定会再给你打开一扇窗 那你从听见鸟语滑翔 我觉得你跟我好像 你让我弄得 你让我觉得好开心 说的都是我爱听的 我给你性格很像 那就是很有意思 那你在公司既然这样 你怎么能推动你的想法 你肯定会受到很多conflicts 对 很好用 其实这也是我最近也在琢磨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项目 我们又谈了谈了很久 终于终于现在算是开始在做了 我而且我最近特别忙也是因为这个项目真正开始了 我也特别的开心做这个项目 那可能我还是想了一下 可能这个项目呢 它最后能够真的发生可能有几方面原因吧 第一方面原因你要 可能毕竟你还是在一个公司的一个环境里面 你可能你不是你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更多时候就说你能不能和你的上层 你的senior executive 或者这一层下来 你们能不能align 你整个一圈 就是你的挥帽线 挥帽下 就是你大家能不能想到一起去 你能不能想到你老板脑子想什么 你老板的老板脑子里面想什么 对吧 这two level manage up 对 就是说他们究竟他们希望把公司带到一个方向 对 就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 不是说别人的想法不对 但是你有的时候 你需要大家拧成一股团 往一个方向实力 对吧 如果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 大家都去做不同事情 那你可能就是一团散沙 散沙 所以说你怎么来保证你能和你的老板老板 包括整个这一条线 现在是想法是一致的 在这个区域在这个空间之内 你去想 我究竟要做哪些事情 帮你来完成这个东西 对 可能这是一方面 就是这个可以帮助你推动你想做的事情 对 因为你其实在帮你老板做事情 那你老板在帮他的老板做事情 那最后我们都在帮公司 帮CEO做事情 帮公司做事情 其实CEO也是为公司打工的 帮他解决他想法中要做的事情 对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 还是你的 就可能扩展到横向的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的所谓的Social Network 这个Social Network不是Facebook 不是Twitter 那个是工具 是你可以搭建Social Network的工具 我的Social Network是指真的是人与人的这个Network 对 就是说你需要找你的Support 你要通过你的Network里面这些人 对 你把你的想法声音传达给他们 一点一点去convince 从不同的点 那这是一方面 就是你 这就是Leadership influence without authority 对吧 Exactly 就是说你的Title是一方面 对 可能更多的是说 你能不能通过这些方面 这些潜在的Social Network 去influence这些人 对 那这个又体现在两点 第二点 第一点就是说你的Network有多广 你认识的人有多少 对 第二点可能就是说 你认识多少真正有influence的人 有多深 对 就是多深可能也是也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跟这个人关系有多好 对吧 另外一面就是 或者大家都on the same page 对 对 Exactly 就是说你跟这个人关系有多深 你认识多少人 可能另外一点还是 第三点吧 就是说三点呢 可能另外一点就是说 这些人究竟他对你要完成这个事情 有多大的影响 对 我可能认识公司所有的一百个人 可能我认识上到CEO下到清洁工 对 我都认识 但是可能我不会找清洁工去讨论这个 这个business想法 对吧 你要知道某个特定人对你这个东西很有影响 你去找到这个人 哎 其实前一段我们跟那个michael里嘛 就linkedin 就是说 这五岁高的华人 他他我印象特别大 然后他就提个概念就叫做类似于叫做social rank 嘛 就是说其实你一个人影响力取决于身边靠有多少靠谱 说你靠谱对不对 或者你推一个项目也是有多少靠谱认同这个认同这个愿景对不对 你就能推起来这种感觉 对 所以说其实你也要跟大家去建立一个关系来推动一下对吧 其实我们也是我们公司里 反正想成manager的人呢 我都会给他们一个training 就是你要学会upper management 对 你要学会自己去想一个项目 想他的价值 并且去跟每个人去沟通 对不对 并且推动大家认可你 其实在这个推动过程中呢 你就会把他的vision 把他的目标 把他做什么是想清楚 这时候就把他想完了 有时候如果自己都没说服自己 那就搞出问题了 对啊对啊 你能说服别人也说明你是想得很清楚 对 否则你自己想不清楚你有没有办法 你是没有办法说服别人的 那我怎么才能够拓展我在公司这个做上network 其实对于我 你都问到很点子上的问题 对于我来说 可能我也没有 我也在学习过程中 就是说因为对于我来说 我还是在我职业的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 而且我属于后进者 没有像很多人真的是成长的那么快 可能对于我来说 我也在琢磨思考这个事情 可能现在对于我来说可能 两点吧 可能 一点就是说可能就是很直白的 就是说 ask for introduction 你就去找 比如说我想认识我们最强的一个sales 那我知道他跟我们某一个recruiter 关系很好 我跟这个recruiter关系很好 我就说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 对吧 聊一下我们去一起喝杯咖啡 聊一下嘛 就基本上人和人基本的交流 先先混个脸书 对吧 say hi 可能是这是最基本的 那可能在更深深层次的就是我刚才想提的 第二点就是说 你希望有一些你共同的一些经历 就好像国内就说你如果两个人是战友 睡在上下铺 这种关系就是不一样了 对吧 你希望跟这个人你会一起做一个事情 你会可能这个时候就自己要去主动去创造一些机会 或者说找到公司最理想好理想的情况 公司帮你创造一些这样的机会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起啊 有有这样我们叫lunch roulette 所以lunch roulette就是说你可以选一些人 你可以跟他去吃饭 然后吃饭讨论一些项目 然后做一些项目 包括可能有时候会做一些training training的时候你可能找人搭队 你可以跟他说我希望跟他搭队 这样的话通过一起做这个training 我们会有更深的一个交流 有一个bonding的一个experience 可能这两点是我现在想到 当然现在有很多 应该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方式 我显然没有想到 让我能感觉到 其实跟追女朋友是一个道理 就是一定要跟那个女生在一起 对不对 做点事 对吧 实在不行 听说你最近看那个什么叫做 比如说王者荣耀 对吧 我跟你快玩吧 听说你直接看人民正义的 我也看了 实在不行 你过马路我跟你快过 是吧 其实这些都是在一起做事 当你做事 工作完整个事就好了 对吧 那你在公司 除了这种方式 主动瑞士以外 你们 你是不是会找一些mentor呢 oh very good point very good point mentorship是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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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一个 一个建立关系的一个方式 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mentor可能我最开始会有一个偏见 我会觉得mentor一定要找很senior的人 我要很尊重很这个相信这个人 其实并不见得是这样子 那中国有句古话可能有些俗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 真的是你在所有人的眼里面都可以找到你可以学的东西 你都可以建立一些mentorship 可能有的时候是比较official的 比较官方的这样 有的可能是没有官方 没有这么官方的 但是就是你会你会以一种你作为mentee的形象展现在大厂里面 可能有些人你会希望建立一些比较正式的这个mentor mentee的这个关系 有些人可能就是一些比较casual的比较相对随意一点的这样的关系 这个很重要 重要体现在几点 第一点是那很很显然你有mentor 你会从他那边学到很多知识 对吧 这个很重要 第二点就是network 实际上我们为什么 这是一个networking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对吧 HR当mentor是吧 耐口都有了 对啊 直接工资下个下个明年的工资bonus 对吧 这个是network建立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第三点可能就是说 你要influence一些你的想法 就回到我们再早一点谈到那个话题 就是你的mentor或是你最好的一个advocate 你的最好的一个支持者 对 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你的mentor如果你的mentor真的跟你站在一线 他会很挺你说白来 会很挺你 你需要这样的人 对 这样才能帮助你完成你自己的想法 或者自己的一些推动的事情 我明白了 其实不仅说mentor是能给你知识上的帮助 对吧 其实包括在你做事上也能给你很多的这种支撑 其实你跟mentor一个非常良性的互动 反而是能够越做越好 对吧 当你逐步的成为一个管理者的时候呢 特别是从individual contributor 像mentor这个转变过程中 你碰到过哪些challenge呢 我觉得还是最大的一个challenge还是mentality 或者你心态 心态 心态思维方式的一个变化吧 就是在脑子里面的一个变化 就是说因为我估计很多你之前采访过的manager 或者leaders 他们可能都会谈到同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你衡量manager和衡量individual contributor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manager的focus和IC的focus是不一样的 这个转换 那你可能指上谈兵 嘴上聊了 大家都知道很清楚就是这样子 但一旦把你扔到那个situation里面 有很多的project 你就是要deliver 你就是有很紧的timeline 然后又是你自己确实一般大本manager都是比较好的IC 给这样的机会成为manager 你自己可能做就是最有效的 从individual角度来讲 individual角度来讲 你可能你怎么去转换这个思维 你就说OK 短期内可能我去做这个事情 可能是对这个单体来讲是更有效 但是如果从大的一个picture 大的一个更高的层次去看的话 对可能不见得是最有效的 其实换句话说 就是你在开始追求长期的value proposition 对吧 短期内可能你的所谓的efficiency等等就会降低 就像磨刀不肯来工是吧 对对就是说这个很多时候 而且也是一个过程 就是说你要建立对你对团队 对的一个trust 一个你的信任感 因为你有的时候你觉得OK 这个事情我一直在做 我知道 我知道exactly 所有的details 所有的细节 交给他做 我可能先教他 我可能教他的时间 我已经做完了 对吧 就是你怎么能相信他可以把这个事情完成 以同样的高效 同样的高质量去完成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